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看郑爽抽烟感觉还挺可爱 说女的呢 马依丽在大家的印象中是个贤妻良母 尤其是和近东拍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剧中形象 又给她加了不少分 这样一个好女人竟然也会抽烟 如上图 我瞬间就觉得 马依丽可能不像是我认识的那样 但是仔细想想 西烟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喜好 男人都能抽烟 为什么女人抽烟就要对歧视呢 所以 我觉得不能对女人带有歧视的眼光 上边这位也是一位女神级的人物 他叫徐静磊 很多人都认识 是一位演员 导演 有人会猜想 这样的女人也会抽烟 没错 她会抽烟 只不过徐静磊抽烟 不是为了享受 之前在一次鲁玉有约访谈中 徐静磊坦然说出自己的故事 曾经自己做导演 遇到困难后 总会一个人在走廊里边走边抽烟 这是在释放压力 有多少人抽烟是为了折扣 除了上边这几位女星抽烟外 娱乐圈还有很多 比如陈乔恩 张博之 周迅 舒奇 张于奇等 可能他们中的一些是为了排解压力 也有的可能是为了享受生活 总之 这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 很多网友都在谴责抽烟的女星 我觉得没有必要 那些人都是没事找事 不过女星抽烟模样最销混的 我觉得还是baby 如上狐 这土烟的模样 是不是人特别的享受 以至于我感觉像是在享受毒品一样 看得我有些甚得慌 女星抽烟没关系 但是别像baby这样的 不然又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多想了 有很多网友的误须就是 反感抽烟的女人 这种态度不就是封建时候的重男轻女吗 男人能抽 女人也能抽的 只要别太过就行了 对于女人抽烟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